Hey, what's up, guys? 歡迎下載來到我周的Yardness channel 好,那今天呢,我想來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是關於我的減肥史 就是我的減肥啊,或者是健身這一塊東西 因為其實有一些人會私訊我 就是小盒子我說我是怎麼健身的 或者是怎麼管控飲食啊 或者是怎麼管控你的體態之類的 我在這邊我先跟大家講說 我真的不是吃不胖的人 加上我算是易胖體質 大家可能不相信 我今天我想來講的東西是有 減肥跟改變體態 還有就是一些健身的東西 好,那我覺得我就是一一來講好了 一個一個來講 就是盡量用濃縮的方式來跟大家講 那從我的這個減肥史 我的對比照來看的話 這個是我最胖的時候 噢Shit這個 為什麼我要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給大家看 來啦啦結束 然後我大概花了 大概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呢 變成這樣子 對 然後大家從這個手機看得出來 這個是之前的照片 對,這個不是我現在 那這個就是我的對比照 因為我這個時候大概是71-72公斤左右 然後這個時候是65公斤左右 所以我這個時候大概是將近瘦了7公斤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說 噢,才7公斤而已 我也是有在運動嘛 所以就是會有肌肉 那有肌肉的話就是會比較重一點 好,那接下來就是講到 為什麼我要開始健身跟減肥這件事情 好,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其實啊,很好笑喔 就是我看小賈斯丁的照片 然後呢,小賈斯丁他這裡 有一個刺青 有一條刺青在那邊 我會覺得說,哇那邊的刺青很 很帥這樣子 然後我也很想要吃那邊的刺青 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度我還蠻迷 我很想要去刺青這樣子 可是又覺得刺青是不是 就是當你很胖的時候去刺 然後你變瘦的話 他不就移味嗎 這個就是我那時候想說 我變瘦了之後呢 我就想要去刺青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動機大概佔了55% 那其他的動機呢 就是想要穿衣服穿得好看 我想要穿個T恤都很好看的人 那就是我的其他45%的動力 那這個兩個就是我的動力 OK,那現在我就要來開始講到我們的核心 就是如何做到 從這個時候降了這個7公斤 我就一一開始講好了 第一個part呢 我會先講飲食的部分 第二個part 我在講健身跟運動的部分 第三個part 最重要的part 意志力的部分 跟你的mindset 就是你的頭腦要怎麼去 怎麼去管你自己 那我就先從我的飲食開始 其實我的飲食呢 其實相較之下比較極端一點 當然我不是說極端到什麼吃什麼水煮啊 我不是那種 但是呢 我那個時候我記得我每天早上都一定要吃早餐 反而我要減肥之前我是不吃早餐的 但是後來呢 我就是我哥也有跟我講說其實早餐很重要 早餐會讓我們精神代謝提高很多 就是基礎代謝會提高很多 所以一開始的能量 就是我們基礎代謝的開啟的strange 對,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是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我一定會吃飯 不一定是飯,當然有時候是那種燕麥啊 什麼Cereal 或者是Granola 好,那我這邊我就想要講 Granola 它是就是有很多那種 例如說麥片啊 還是什麼一大堆穀物 全部炒在一起 像我的話我是自己做的 我是有那個放蜂蜜啊 我那個時候其實對糖之類的 我是蠻注重的 還有蛋白質也很注重 所以那個時候我早餐的時候我都是吃比較豐富一點 就是營養素比較高一點 就是各種營養 例如說好的脂肪啊 或是蛋白質之類的 然後有時候會一起配個香蕉 當作碳水化合物來吃這樣子 那早餐是比較豐富一點 就是營養素豐富一點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什麼東西 什麼Granola 什麼你自己做的 好,那這個呢 大家現在Google 還是說在YouTube上面先查 How to make granola 大家去Google 聽不懂英文沒關係 你就看他怎麼做 然後你大概去想一下說 你自己可以怎麼去改變 所以那個就是我的早餐 然後像中餐或者是晚餐 我基本上我就是吃比較乾淨一點的東西 所謂乾淨就是在家裡吃 就是自己手工做 就例如說你吃牛肉 就是牛肉的話我絕對是選菲利 沒有什麼沙朗什麼都不用想 就是菲利牛排 菲利啊 然後就是加一些花椰菜什麼的 就是有點像健身餐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很常吃魚 就是蒸魚或者是生魚片 這當然是比較貴一點啦 不然就是一般的魚 然後去蒸啊 或者是吃鮭魚 然後飯的話呢 我那個時候 飯的話其實就是 也沒有特別說完全不吃 但是就是有吃半碗 或者是你吃一碗但是不要再續了 所以這是還蠻簡單的 我的飲食上面算是蠻簡單的 然後如果是要到外食的話 我基本上 我要嘛就是吉野家的 雞井 雞井洞 就是雞洞 就跟他講說不要醬 然後飯少 就這樣子 就是那個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健康的 一餐 不然就是7分 我真的那個時候是超級 愛用7分跟全家 全家的話有番薯 然後7分的話就是香蕉 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然後蛋白質的話絕對就是什麼 茶葉蛋 不然就是比較好一點的49塊 兩顆 那個溫泉蛋 那個就是我也狂吃 我應該吃了上千顆了吧 我真的是 現在吃看搞不好會吐的那種 其實很多東西在超商就可以解決 如果你忍在外面的話 我覺得就是這麼的簡單 就是我不會很很複雜 然後晚餐的話就是一樣 就是那樣子就是吃肉 吃飯 然後吃菜這樣子 然後飯的話晚餐的話 飯的量會少蠻多的 可能就是吃個幾口 然後其他的部分 換成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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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高麗菜切成絲 就是高麗菜吃 吃多一點 吃多一點 不然就是豆腐 就是你就吃一塊豆腐 我跟你講滿足感真的差蠻多 豆腐吃木棉豆腐 就是裡面比較紮實的豆腐 然後它的營養又高 然後又可以讓你感覺在吃飯 你們可能現在會覺得說 什麼意思就是吃肉 然後你原本要配飯 然後你配豆腐 吃吃看 好吃 真的好吃 所以那個就是我的晚餐的部分 就是晚餐的話飯就是減少 然後可能用其他東西取代 然後飲食呢 我最後想要補充的最後一個部分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 韓太飲料跟飲料還有零食炸物 絕不能碰 很多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不喝飲料 為什麼你不喝茶 為什麼你不喝什麼 我就只喝水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我覺得越簡單越好 不要說我試試看這個 這個應該沒關係 我那個時候我就是一個比較偏向極端的人 不要問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喝韓糖飲料 因為我覺得那個糖是多餘的 我就是要喝水 水分就是水 然後為什麼我不吃零食 你覺得減肥的人可以吃零食嗎 正常邏輯來看就是不能吃嘛 那就不要吃 所以我就是不吃就是不吃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我不會占大家太多的時間 我在減肥的時候 因為我算是心地喪良 就是怎麼講 我爸那個時候很常給我一些日本的零食 就是很好吃的零食 然後那些零食都炸的 然後就是給我吃 然後我也不能說 啊我不要我不要 因為我其實拒絕過一陣子了 然後我也總不可能說 啊每次都說不要 然後就是好心地說 好那不然我吃一口 然後嗯 好吃好吃 然後呢 我就說啊我去上一下廁所 然後我當然我不是去大家共用的廁所 我是去我的房間的廁所 我就把它吐掉喔 然後就趕快刷牙 把那個嘴巴就是殘留的東西全部都吐掉 對我就是極端到這個程度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是很想瘦啊怎麼樣 我就是不想要把我的之前的 就是努力白費掉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是完全不碰零食 我那時候 雜物完全不碰 好那所以說飲食 早餐一定要吃 然後中午跟晚餐都要吃 然後蛋白質要好一點 要高一點 然後澱粉類跟脂肪類 就盡量壓低低一點點 然後呢 當然我也有在喝高蛋白 就是很多人會說 那你有在喝高蛋白嗎 我有喝高蛋白 那我的高蛋白是這個 這是在Costco買的啦 就是Owen的這個 Owen的牌子 很大牌喔 他們這間牌子 不是那個不好的大牌的意思 是很大的廠牌 我開始健身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喝這個 對那這個 好就開始銜接到下一個part 就是運動跟健身的部分 OK那運動跟健身 營養素也很重要嘛 當然就會牽扯到 我剛剛前面講的飲食的部分 好那健身跟運動的頻率的話 一個禮拜我就大概去 四天健身房 一次就是大概有五十分鐘的時間 是重訓 就是那種很累的那種 那種 不然就是Squad 然後我會再保留個大概十分鐘 跑跑步機 就這樣子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你們一天有幾個小時 你只花幾個小時的時間 在運動上面 我那個時候我是有分類說 因為是 我絕對會去四天嘛 然後可能有時候就是 練胸啊 練背啊 就男人嘛 就想要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就是很想要衣服穿挺一點 所以我覺得上班的時候很重要 所以我就是 胸會練比較輕一點啊 肩膀會練比較輕一點 所以就是 就是穿衣服穿起來 就會感覺就是 欸好像蠻好看的 就很挺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跑四次健身房 一天練胸 練背 練腿 然後就是練手臂 我會開一天給手臂 就是肩膀 然後還有就是三頭嘛 然後跟 還有跟二頭肌 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邊 給一天這樣子 這個當然菜單都不太一樣 這個如果 下次有機會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 現在先 不要講那個菜單的東西 我先講 那個運動的 平凡度的問題 OK 那這個全部 每天的菜單不一樣 可是我 最後的十分鐘是 跑跑步機是 一樣的 就是永遠 我不會改變這件事情 無氧再接有氧是 直接性燃燒 燃燒 脂肪的關鍵 因為如果你直接 跑步的話 可能前面 可能要跑個十五到二十分鐘 才會輪到 脂肪的部分 我是覺得這個效率是 覺得最好的 就是先健身 再跑步 這樣子 我那時候我就是 Google超多的 而且我會看很多 國外的人怎麼做 日本人怎麼做 那時候比較少看台灣人怎麼做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 健身資訊很少 現在的話就有很多YouTuber在做健身的東西 但那個時候完全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是很慶幸說 我 我就是有一半是日本 因為很多日本的YouTuber都有在講 關於 減肥之類的東西 對所以那個時候我的健身型態 跟運動型態就是這樣子 然後 運動就是很超啦 很超可是會上癮 那我這個大概就是持續了三個月 你真的你的改變會很明顯 我真的是想要跟大家講很明顯 不要覺得幾天就OK了 不要覺得我已經撐了兩個禮拜 為什麼沒有 兩個禮拜 我那個時候我也沒效果啊 三個月 大概兩個多月 三個月啦 當然我也很想要在標題上面 你知道嗎 因為要點閱率嘛 我也想要在標題上面寫說 兩個禮拜 你們就可以變成跟我一樣 我也想要啊 但就是不行啊 好 那最後一個part呢 就是你的心態 你要是什麼樣的心態 你知道嗎 你要是 就是你們就覺得說沒關係 反正我人生這麼久 我給自己個兩個月 或是三個月的時間 我跟你講 搞不好有些人體質問題 一個月半至兩個月就有效果 就像美根 其實有一段時間我也是 把我的方法教導給他 然後我幫他煮飯 然後我幫他健身 我幫他 我父親進去健身房 就是監督他 或者是教導他這件事情而已喔 美根那個時候真的是 真的是瘦很多 如果有對比教 這邊應該有 對 從這個就變這樣子 美根是一個月半 對 一個月半就變這樣子 當然還可以再更加努力 還可以撐到兩個月的話 這樣的話 撐過一定會更明顯 但是這個就是 美根的體質當然不一樣 就有些人比較易瘦 有些人可能比較難這樣子 就是那個mindset 就是你就是要衝這一次 然後你要認真做 然後你要對自己負責 然後你不能輸的感覺 不能輸 我也可以做到的那種mindset 是超重要 因為你看到很多人都有成功案例阿 但你周邊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是失敗案例 這個時候你就要覺得說 我也可以做到 我跟你們不太一樣 我也可以做到 我也可以變成那些成功的力裡面 就是你知道這個mindset超級重要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很肯定自己的心態 就是你不能覺得說阿 自己沒有辦法 或是那種偷然的心態 請你把它全部都丟掉 然後不要覺得想要抄小路 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好好的做 做滿相信你自己 這就是你的mindset 你每天都要這樣覺得 對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大約參考一下 包含我的mindset跟我的吃飯 還有健身的一些平凡度跟努力 大家只要努力都可以一個月半至兩個月的時間 給你自己一點時間 不要變成朋友中的失敗案例 要變成你的成功案例 痛苦的 我跟你講真的是痛苦 只有兩個禮拜滿痛苦的吧 之後後面的一個多月兩個月 很簡單的 因為你會上癮 你會看到你自己的改變 你會看到你自己的 不要不要三分鐘熱度 三分鐘熱度是最對不起自己 跟最浪費時間的事情 因為如果你要三分鐘熱度的話 你不如不要開始 不如好好享受你的美食 對吧就是 come on加油 從這個醜陋的體態 好啦至少也有變成好看一點點吧 當然我也不能說怎麼樣 現在在看影片的大家加油 就是現在開始或明天開始 就加油 在家裡運動也好 只要就是mindset 飲食運動 自己管控好 不要變成失敗的案例 變成成功的案例OK OK那我的這個分享應該也就到這邊 那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旁邊喜歡的鈴鐺不要忘記按下去 OK那我們就下週再見啦 掰掰